大家好 我是西尼德麦克拉弗林 这里是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呈现的Liprate行业药文播报 Forex MMCIS公司新任总裁在发送给客户的邮件里承认 由于缺乏资金 该公司的业务已经完全退缓 无法支持客户交易和出金 该外汇经纪商总裁归咎合作伙伴缺乏资金 以及支付系统非法封锁客户账户 使得公司无法连接到客户账户 MMCIS公司总监罗曼·卡梅萨威胁 将公开合作伙伴的详细信息 并公开他们通过MMCIS公司所赚取的利润 预计他将于下周发布公告 上周MMCIS公司提交给美国国家期货协会申请 五天之后 其正式被批准为会员 在多德弗兰克金融部门改革实施之后 只有少数公司决定在北美开设分支 因此此次Murus Future公司得到美国期货协会的批准 令人惊讶 之后公司需要提供给期货协会 两千万美元作为资本充足率的满足要求 这些钱不能作为营运资金 即将被储存在授权机构 也证实这样的要求让外汇经纪商 对入主北美地区望而却步 在投资银行KBW银行公布了FXCM公司 和Gain Capital公司不乐观的研究结果之后 两家公司股票昨日大幅下跌 KBW公司之前开始对FXCM公司业务 和之前达到15美元一股的商业评级进行研究 但研究结果表明 该公司股票价值缩减 还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账户关闭 而FXCM希望能够增加高交易量的账户数量 KBW银行之前也对GCAP公司进行过研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市场参与者们都认为 西西兰金融部门相当忠于法律要求 但去年年初 西西兰建立金融市场事务管理局之后 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近日管理层已经警告所有的潜在投资者 不要谋取外国驻西西兰企业的不切实际的利润 金融市场管理董事局的坎贝尔表示 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使用西西兰金融业务管理办的资源 以鉴别可疑的提议 消费者们不要受各种可疑的计划蛊惑 他们需要选择合法的 受管制的 并同样吸引人的西西兰企业 现在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供应商数量 实在非常巨大 你需要选择有专业人士任职的真正可靠的企业 本次新闻概述就到这里 周一请继续收看 再见